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们真别小看了, 别以为美国川普总统这个二十五, 说这个七十五完了中国就好像一塌糊涂了,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就像这个我们的凯尔瓦斯基金啊, 这个老小让我投资啊, 投他的这个作库港元,我一分也不投。 我看了几次的所有的信息了, 哎,我说你说的,这些信息看都对,都对! 但对不起啊,这就是你美国人的问题, too high,看问题 too high,太高了, 太天真了,他们是流氓! 你算的人家按照市场规矩, 香港政府只有十个逼,一百多亿美元, 如果是卖空港币的时候,他能补进来, 没钱了,他就过了七点八五了, 你就可以做空了,我说完全不追, 香港政府还有一千三百多亿, 在香港政府搁着呢, 按照法律他是不能用的, 关键香港他不守法呀, 他马上就给你用了,又一千三百亿进来了, 那你要有多过一千三百亿的钱在那等着, 他说我足够,我现在的所有的, 等着我打的一万亿美元都够, 我说我告诉你,共产党一定不惜代价给他上来, 他说共产党拿不出超过一万亿美元, 我说你错了,共产党把随便一样事就拿出一万亿美元来, 紧急的对付你没有问题,他会捍卫港币吗? 所以我不给你,我的人生不投机, 绝不投机,不短期投资,我只投资不投机, 所以我不干,但是港币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一定会出问题,我告诉他, 如果中美贸易全面调到二十五的时候,坚持半年, 川普总统哪天又发一推说,老子要准备调到四十五, 而且不准备在一年内, 跟中国谈判这个贸易, 我说你放心吧,这个时候我相信了, 这个时候港币就撑不住了, 我说这个我们就不叫投机了,我们叫长期投资, 立马我会砸进去几千亿美元, 我这说完以后,那屋里边的人都给我鼓掌, 啪啪啪啪鼓掌,都鼓掌,都支持Miles Gould, 而且都说郭先生你根本不用拿一份钱, 如果到那时候挣钱,我们愿意给你个3%, 3%,3%,3%, 够大方的吧,3%很多钱啊。